第七百五十四集 德福宫 今晚东宫园进宫首夜为太后疗伤 这是天和地的意思 因为近几日老太后的伤势一直不稳定 经常大半夜地折腾太医 且基本去一次就是救命的活 这眼瞅着明晚就是除夕了 谁也不想大过年的办丧事 所以天和地发了话 请东宫园进宫来守着 务必把老太后能活出正月 东宫园对此没有任何疑议 傍晚十分入宫 一直守到深夜 依然不敢松懈 叶太后躺在榻上 看着一直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东宫园 大半夜地发出阵阵冷笑 东宫园 你不如干脆一阵扎死哀家 这样哀家也痛快 你也不用总在这守着 叶太后的声音苍老又沙哑 在这样寂静的夜里 听起来就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让人不由自主地浑身站立 东宫园 东宫园 哀家知道皇上的意思 正月礼拜丧不及 所以他拖也要把哀家的命给拖到出了正月 可是你就愿意一直在这里守着哀家 你不回家过年了 东宫园很不喜欢这个声音 听着就皱了眉 可又不能把这老太太的嘴给堵上 便只能由着他念叨 念叨来念叨去 无外乎就是与其这么痛苦 不如给他一针来的干脆 可惜他没有死的权利 他也没有给他一针的权利 何况东宫园知道 这老太太其实根本就不想死 甚至在想尽一切办法继续活着 他是大夫 他能诊出一个病人在一心求死的情况下 是怎么样的身体状态 也能诊出一个病人在求生欲极强的情况下 又是怎么样的身体状态 这老太后分明是想活 想好好地活 所以即便身受重伤 即便筋骨禁断 他依然还有力气呼吸 还有力气说话 甚至还有力气运筹帷幄 暗动杀鸡 他盯着躺在床榻上的人 很想问问防守如铁桶般的得福宫 是如何将消息传递出去的 可东宫园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他是医者 医者不问国事 上都城 尊王府 君牧领带着剑士洛修 刚刚在府门前下马 洛修都没来得及去扣府门 就见夜幕中 暗处闪出一人 直奔君牧领的面前行了大礼 是殿下 皇上请您即刻进宫 出大事了 君牧领过府门又不入 里头的侍卫已经听到了动静 可惜开门的时候 就只看到他跟洛修二人 快马离去的背影 看方向应该是进宫去了 江月睡不着 一直在等他使隔回府 这会儿趁着脖子往外头看 越看越糊涂 老魏啊 你说我十哥 这大半夜的过门不入 这能是出了什么事啊 老魏就是魏然 这会儿正陪在江月身边 跟着他一起分析 看样子像是进宫 可这大半夜的 宫里能有什么急事啊 老奴是想不出来了 该不会是因为明儿有宫宴 急着叫咱们殿下进宫 一起去准备准备 又或者皇上来了 什么新鲜玩意儿 急着叫咱们殿下进宫去 一同观赏 哎呀 矮什么事就什么事吧 进趟宫而已 还能怎么着 等明儿王爷 回府您自己问问就知道了 确实 进趟宫而已 不能怎么着 以前军牧林也经常 大半夜的被叫进宫 有时是因为有紧急军报 有时是因为有紧急政务 但更多的时候 是老皇帝突然得了个好物件 忍不住要跟儿子显摆 还有小公主军灵溪又闹脾气 谁也管不了 只能叫他时鸽进宫镇压 总归都是军家那点事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但今儿也不怎么着 江月就莫名地觉得心慌 他反身回府 告诉魏然 反正我也是睡不着 不如我也进宫去看看吧 魏然吓了一跳 哎呦我说小爷呀 您可消停一会儿吧 那皇宫是随便说进就能进的吗 您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辰了 三宫半夜的 谁能放你进宫呢 你当你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吗 如今对外放出去的消息 都是从前的小太监江月 已经重病不治 死了 你说这大半夜的突然出现 你是想把守宫门的进军 都给吓死吗 那我就在府里干等着 我真是不习惯啊 哼 以前天天住在皇宫里头 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的 立马就能知道 现在可倒好 跟个傻子似的 什么事都靠猜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魏然苦口婆心的劝 您要是实在睡不着无聊 不如跟老奴去试试 为宫宴新做的衣裳 明就要进宫了 再出宫门 可就是十一殿下了 马虎不得 江月闷闷地回了府 心情不是很好 但也跟着魏然去试了衣裳 咱们王爷一回京 就张漏着给您建府邸 想必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搬家了 得了吧 江月一回首 他一回京啊 就想着见媳妇 直接就奔天赐镇去了 那是当天晚上 第二天不是就回来了吗 府邸都给您选好了 就用以前三皇子府 石殿下说了 新建一座府邸用时太久 怕您等不及 不如就用以前的平王府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重新修缮装饰一下 就可以用 到时候就看皇上 给您个什么封号 刻了匾额就挂上去 称什么号啊 我就是个干儿子 还真能封王封爵的 魏然一跺脚 哎呦小爷 什么干不干儿子的 那就是个说法 给外人听的 君木领带着洛修 奔在尊王府 到皇宫的街道上 经过慎王府时 他忽然很想停下来 去见见他九哥 也不知道 见这一面要说什么 甚至都想不明白 为何突然兴起 要见他九哥一面的想法 只是他忽然之间 想到白赫然所说的 那种感觉 那种很强烈的 不好的感觉 有了想法 策马的速度就降了下来 可直到马匹掠过 慎王府大门口 又奔出了老远 也都没停 他到底还是没有停下来 到底还是放弃了 去见他九哥 洛修决出他的迟疑 以目光询问 君木领微微摇头 做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 才知道的动作 洛修立即明白 那意思是 身后有人跟着 什么人呢 自然是那个来传消息 请十皇子入宫之人 那人是奸殿的 洛修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是只属于天和地 一个人的秘密组织 自认为凌驾于 阎王殿之上 也不止一次的 有监殿的人出动 对阎王殿进行探访 说好听了是探访 说不好听了 就是老皇帝 不能对阎王殿 完全放心 之所以阎王殿 一直忍着 是因为 他们自信能力 在监殿之上 也自认为干净清白 所以 面对监殿 每隔断十日 就来一趟的行为 也就都视而不见了 反而还装作一副 不知道的样子 今晚又是监殿出动 洛修心里 莫名地生起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 按说十皇子进宫 那是一件 很平常的事 不管是白天 他自己进宫去 还是大半夜的 突然被急召 都是很平常的事 十皇子是 老皇帝 最偏腾的一个儿子 皇宫就是 他父亲的家 儿子去家里 又能有什么不好的 即便是那位父亲 娶了很多后娘 可后娘也管不了皇子 洛修是带着迷茫的心绪 跟着军木领 一起进宫的 可惜 他没进得了宫门 监殿那人 给出的理由是 夜山了 侍卫不方便入宫 请在宫门外等候 这似乎也很有道理 洛修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跟他的主子 对视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 等在宫门口 默默地看着他家主子 一个人走进了深宫 宫门又光朗一声 关起来了 洛修的心绪 又开始烦躁 刚刚同他家主子 对视的那一眼 他分明也从目光中 看到了他家主子 同样对这次 被急诏进宫的不解 但是不解又能如何 皇帝有诏 身为儿臣只能遵旨 刀山火海都得遵旨 军木临走在宫中的 玉石路面 那个金殿的人不再隐藏身形 而是伴着他一起 往明鸾殿走 军木临又皱了眉 明鸾殿是处理 外政朝政的地方 是接见外臣的地方 是老头子白天里朝政 繁多时逗留之处 一般来说 深夜被招入宫 凭他以往的经验 就算是老头子 让他这个时辰进宫 应该也是在清明殿召见 清明殿是在内宫 多处理家事 可如今深夜往明鸾殿去 这是出了什么事 国事 他问身边的人 为何去明鸾殿 监殿的人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赶紧答 不瞒使殿下 是边关出事了 皇上得到消息 罗叶新军上尉 登基那日 便宣告要反了东秦了 不再向东秦朝贡 也不再认东秦为主 不仅如此 罗叶兵将集结 已经兵临城下 要将数年前 被东秦夺走的一城 再拿回来 什么 君墨脸一愣 罗叶反了 他怎么不知道 监殿的人没有再说话 因为明鸾殿已经到了 时皇子想再问什么 直接去问皇上好了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义务再做任何解释 监殿的人先一步进了明鸾殿 很快就听到殿内 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 领儿 进来吧 门外的太监将帘子掀开 君墨领大步而入 一直到了那点 方才看到一身疲惫 面容憔悴的他的父皇 他一愣 这是怎么了 区区一个罗叶 反就反了 大不了儿臣带兵去镇压 父皇至于 急成这样吗 他就想不明白了 罗叶虽是分国中大国 但还不至于镇压不住 天河地抬起头 看着走进来的 这个最疼爱的儿子 重重地叹了口气 哎 领儿啊 再招招手 你过来 朕有话同你说 他走上前还是不解 到底怎么了 因为站得近了 老皇帝头上一片白发 瞬间入眼 君墨领吓了一跳 怎么突然多出来 这么多白头发 昨儿个还没这样啊 你这状态不对 有没有叫太医来瞧瞧 说完 转了身就要去宣太医 却一把被老皇帝给拽了住 瞧过了 没事 说是操劳的 操劳 能一夜白了头发 君墨领吐的父皇之间 说话从来就没有太守规矩 何况这殿内就指他们父子二人 父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因为罗叶 老皇帝没点头 也没摇头 更没直接回答他的问话 只是抓了他的头 轻轻地拍了两下 再同地说 灵儿啊 父皇最疼你 虽然你下面还有个小十一 但是朕一直把你当作最小的那个来疼 就是这个江山 朕也早就打定了主意 将来是要留给你的 那是将来的事 现在别扯那些 他顶不爱听关于传位的话题 传位传位 那个皇位别的皇子可以惦记 可以期盼 但是他从来不 因为他知道 当他坐上皇位的那一天 就是他父亲病天的日子 相比起皇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利 他更在乎他的父亲 老皇帝泪眼泽索 面上却挤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父皇明白 真的领儿是一个重情义的孩子 宁愿不要这个皇位 你也想要这个家 所以父皇才疼你 才认为你是最好的 父皇这辈子 自认为对得住你 什么都想着你 什么好的都给你 也从来不让你为难 所以领儿 如果 真是说如果 如果将来父皇做了错事 惹了你不痛快 你一定要原谅父皇 一定要多想想父皇的苦衷 不要怨恨真 更不要不理真 君墓领被他说的毛骨悚然 大半夜的 你把我叫进宫来 就是要说这些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